這裡面有很多章節跟段落 都清楚描述 楊秋新跟武敦義 武敦義跟他講了什麼 楊秋新跟李嘉芬 李嘉芬跟他講了什麼 楊秋新跟韓國瑜 韓國瑜跟他講了什麼 這都是人事實地物 都是 李嘉芬說我不認識他啊 我跟你講 李嘉芬當初 不看好韓國瑜選高雄市市長 家裡雞飛狗跳的 連韓國瑜的月家李日貴 他們都跟他劃清界限 那時候曹翻天 李嘉芬的意思是說 你這個黨主席都選了 我也讓你選了 你又沒選上 你還要只有狗去選 選一個不可能的高雄市長 你根本就選不上 你不要再搞了 結果他去選了 去選了連續四次都勸不出來 中間三月的時候 去年三月兩夫妻崩一下 瞞著黃文財這種核心幕僚 開車子都快開到中央黨部了 台北市黨部 黃文財眼見說要進台北市黨部 他才趕快打電話給 那個吳敦義的幕僚 因為他看到那個吳敦義幕僚是朋友 才說我們已經往這來了 吳敦義立刻 請那個台北市黨部主委 黃呂錦茹 把韓國瑜攔下來 他那時候已經完成登記 他們要選的是台北市市長 歷來台北市長都是登 總統大位的直通道 結果可是在高雄的時候 人家費了好大的功夫 去勸那些 包括像許坤源他們要合作 還有勸那個議員們 要出來挺他 結果剛開始就不接受韓國瑜了 因為他是外省人嘛 找這些來 來高雄 結果跑去台北登記要選台北市長 大家傻了眼 驚耶 你知道嗎 好不容易又安撫住了 結果後來慢慢的磨 磨出來他選舉 誰推薦的 去年為什麼楊秋新各大台都邀請他 他不敢以第一貴人自居 他把第一貴人給這個吳敦義 從頭到尾就是楊秋新一直勸他出來嘛 甚至那個韓國瑜當著他面說 如果我出來我老婆要跟我離婚 楊秋新開玩笑說 趕快拿出來簽一簽 開玩笑的 後來勸了前面兩次是叫楊秋新出來選 楊秋新說我都已經選了那麼多次 我都落選了 我怎麼出來選 第四次他才點頭答應的 有問到那個楊秋新有勸他說 那個其實不用花多少錢 你只要把開辦費弄一弄 拿出來就可以了 他說後來李嘉芬不看好他 但是八九月間 他的情勢慢慢有起來 李嘉芬就拿著大包小包就到高雄去看他 當初就他們他跟那個吳啟拳就是 姚江麟的親外甥啊 就是他的司機啊 常背個包包去幫他辦事的那個吳啟拳 真正不要關心高美蘭關心這個吳啟拳 他很貼身的韓國瑜很貼身的 兩個睡在黨部 結果李嘉芬去看什麼都沒有啊 兩個人 因為韓國瑜喜歡喝咖啡嘛 就是說 早上泡杯咖啡 連早餐有時候都沒吃啊 也沒洗衣機 兩個大男人就睡在那個 簡陋的那個黨部裡面 這去年的故事了 後來九月的時候 楊秋新在總部很多肇事嘛 那他九月楊秋新清楚回說 九月李嘉芬才出現在那個 那個肇事現場跟競選總部 競選總部其實就是黨部 主委的那個高雄市黨部 那時候李嘉芬還抱怨說 那個參選的登記費要五百萬 他說這五百萬也要我們出哦 那楊秋新怎麼跟他講 楊秋新說 如果他不出我也可以選啊 因為你要有個門檻 對 如果他不出大家都可以選啊 那我也可以再選啊 對不對 這個就是對話 他怎麼會不認識 如果按照李嘉芬這種 對楊秋新的態度 那他們兩夫妻 也可以說不認識吳敦義啊 為什麼 吳敦義跟蔡振元之前 在跟韓國瑜爭執的 你韓國瑜有沒有 因為吳敦義把你募款 有得到四千多萬的增值現金 然後有啊 結果吳敦義說 那你付宣傳費 你付廣告費 你用滷肉飯付哦 怎麼會沒有呢 清清楚楚的 然後吳敦義講說 一百萬的滷肉飯 後來李嘉芬呢 在肇事現場有幾場 不是在他吳敦義講肥滋滋 按罵陳菊滋的之後哦 他前面三場就已經不讓吳敦義去了 不讓他上台 然後呢 這個吳敦義呢 也去參加了就職了 結果看到那個什麼連許利明啊 就是高雄市城局的代理副市長 本來是副市長代理市長 他們輪流上台 然後就都分別支持 吳敦義在台下 那楊秋興就為他打抱不平 說自己的黨主席坐到那邊 也沒有 以前就不讓他上去 後來也不讓他去 後來吳敦義回到那個國賓飯店 下他的國賓飯店 晚上就當著楊秋興的面 罵韓國瑜啊 就除了講那個什麼 他本來講50萬碗滷肉飯 他講加到100萬碗滷肉飯 什麼你靠一瓶礦泉水 一碗滷肉飯 那我不是把你募到100萬碗滷肉飯 後來當著楊秋興的面 罵韓國瑜 你忘恩負義 你忘恩負義 兩子就是那時候結了 可是他現在沒辦法 他現在黨主席了 所以你們看那個味道 有時候有點黏又不太黏 就是他們過往就是因為這個事情 然後那個什麼望中集團 望望忠實 還有有幾度發動那個全版的攻擊 吳敦義呢 那為什麼這次會炸開 蔡振元為什麼要炸開 這有金主看到你這樣子 韓國瑜對待吳敦義嘛 就你不跟吳敦義見面 所謂那個要談要不要選 結果你當天 你說你沒時間 你要出國去美國了 就當天晚上那個金主 好巧不巧就在那個飯店 看到他去找跟蔡衍明在吃飯啊 就氣了嘛 就覺得你怎麼這樣 他是金主 他是因為吳敦義的面子 所以才贊助的 贊助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楊秋昕你都不認識 這個太絕了吧 原來他真的認識楊秋昕喔 我這邊在講啦 我一度相信他 因為那個韓國瑜 不敢告我四千多萬 我也傻眼 我到那個檢察官面前 我說四千萬 四千多萬不敢告我 告一個三百萬 我剛有書沒寫 我到這邊講我負責任 楊秋昕也願意作證 他為什麼始終不敢告楊秋昕 因為楊秋昕負責募款三百萬 三百多萬 有一百萬 他清楚知道是怎麼出手的 你知道嗎 這種是當事人 他們有幫忙的 他有接觸的 告完他就全曝光了 不是 人家幫你 就是靠他們的燃賣關係 高雄還有多少金主捐錢嘛 那他不可能說 我幫了你 然後你們這樣對待我 也就算了 然後還出去放話說他求官不成 說他情趣勒索 那你叫人家要怎麼辦呢 我對於也是同樣的待遇啊